中国大陆23号对台发动联合力舰2024A大规模军演 对于外界判断这属于一系列军演 后续还会有B甚至C的演习 陆方对台军演将常态化 大陆国台办做出回应 国台办重申对台军演是对总统赖清德520就职演说的惩戒 强调台独挑衅预胜 陆方反制欲猎 另外今日多位台湾艺人纷纷发表亲中言论 大陆国台办特别准备小道具 和拿出数据说 艺人表态绝对都是自愿 有的是转发央视新闻首发的那个统一的海报 就是这个这个海报 我看微博上这个海报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18亿次多 转发量也到了1700多万次 这个呢 希望说什么被迫表态的人看得到 大陆围台军演国安局局长蔡敏燕提到 中共首次动员到海警编队 想把台海内海化是密切关注重点 同时回应美国学者分析 大陆一小时就能攻占台湾的说法 五二零后两岸紧张局势加剧 但观光旅游有了新进展 福建福州驸马族彩线团 已经获批入台证 预计在六月十号出发 将到南竿北竿进行考察 TVBS新闻陈建明 李明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